好 来看到是蓝白河最终的会议 在今天无党籍总统参选郭台铭当起的主人 邀请三方一块来会谈嘛 原定只有郭柯侯三人会面 最后呢国民党朱主席还有马前总都到场了 对此意外引发了郭台铭不满吗 公开在媒体镜头前称两人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还直接呛出了如果现在就是政党协商 他马上退出 而后一稍后的发言也突然公开 柯文哲传给他的简讯 提及郭台铭需要一个退选的理由 当场让柯文哲不满大酸他的行为 五方会谈郭台铭一开口就先赶人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陪同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来参与今天的在野的整合的会议 不但具有正当性也是必要性 您都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就没想到我们做主人招待不周 如果今天是三人协商我跟侯市长讲好的就三个人 那今天就不会有不速之客 我们就不会有怠慢之处 郭台铭解释只邀请了侯友宜 却多了马英九和朱立伦 让三方会谈又绕回政党协商 讲到火系上来郭台铭直接怒呛要退出 紧接着侯友宜发言 却无预警公开柯文哲传给他的简讯 一字一句念出来 郭文哲坐在一旁脸色铁青 我要跟侯市长讲 虽然我是同意 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 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意在做的事 不是总统要做的事 郭柯侯猪马五个人终于同框 但是还没进入正式会谈 彼此不满似乎已经搬上台面 记者综合报导 郭柯侯猪马五个人